上到几点 那我们今天不能留在强阳柱 没有一大早行程 好 圆车街应该可能是上到9点20吧 因为我要改42那个火车 好 那那个上个礼拜 我不知道好像有一些人不在 就是我们的户外课有调整时间 那个再跟大家确认一次 就是4月12号 就是原来是说4月11号下午 然后因为中后系的老师他 11号内面有进盘的活动 然后那样子感觉有点开心 所以我们的户外走路是4月12号 从早上开始新化运厂这样 因为上次有一些人不在 现在确定是 那几个开始 比较近的时候在确定时间 大概不是8点是9点8 不是早上 早上 对 因为还要 到时候可能还要处理大家共诚过去的 对 因为可能有一些有交通上的需求 所以那个集合时间有可能是 就是共诚各自的时间 好 反正那个我们到之后再继续讨论 然后那个调课的部分 下礼拜是 下礼拜是 下礼拜是庄默先生老师上课 然后那4月8号是吴茂晨老师上课 然后那原本的 国外走路的主题 上海并国家遇到呢 就4月8号吴茂晨老师上课的时候 跟大家再讨论看看 走哪一段跟另外一位走路的时间 这样 好 但是以这个课程要求来说的话 好 就是至少参加一次走路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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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才会要走这样 ok 好 这样大家理解 好 没有问题 好 没有啊 我现在就 今天的进度呢 是要跟大家谈一谈 那个步道呢 它是在一个 人介于 城市 就人非常密集的居住的城市 到非常自然的 原始的如人的自然的中间 的一个过渡地带 那这个过渡地带 其实光谱非常的非常的宽 好 所以 呃 我们想到是用 呃 李山这个概念 比较接近来讨论这一点 比较是 日本的 城东亚马尔李山这个概念 但是它不完全是如此啦 就因为我们上礼拜 讲到那个 国家节律道的时候 有提到 那个步道的形式 从非常人类中心主义的 使用取向 到 以生态中心主义为主的 环境里面 步道会长的样 还完全不一样 对不对 那所以当我们在讨论到 步道要长什么样子的时候 其实 我们必须先理解 它是在这个 光谱上的什么位置 我们才来决定说 所谓的使用者需求 要顾到什么程度 好 然后那环境可以承受的 是到什么程度 通常 这个在 国外来说 还是用所谓的 RYS的气序列来看 就是 环境跟 考虑环境 基本的条件 跟使用者需求 来去 界定 它是属于 开发区域 还是原始区域 还是 半原始区域 还是半开发区域 那时候 步道的样子跟不一样 好 那所以我今天呢 会藉由 先简单讲一下 李三是什么 然后 那 上礼拜我们在讲 九个 国际的概念的时候 有一个有提到李三 对不对 所以我这边就很快就讲过去 然后呢 再接下来我们会透过一连串的新闻事件来讨论 好 那这些新闻事件呢 就是我们这几年 每次只要看到跟步道有关的新闻 然后就把它收集起来 好 所以待会我们可以来 一个新闻 一个新闻讨论 所以因为这样 所以讨论时间会 会比较长 所以今天会比较久 那如果 我们的 新闻讨论 呃 时间 还有的话 我后面会再 呃 讲一下那个 呃 步道 志工的行动 他要怎么去 包括我们这个社团的 呃 希望大家能够 把 自己定位在什么角色 那这个是后面 如果有时间我们再讲 我们重点还是先放在 打破 或者是讨论一连串的步道迷失 这样 ok好 好 先讲李三 在这之前 大家有听过李三 倡议 李三精神 李三的举手 可以吗 呃 好 所以其实有一半的人都很清楚 那我们这部分就很快 啊 就是其实 在日本来说 那个 介于 呃 都市 以太大都市 跟原始的大自然中间的 那个地带 有人居住 然后 不那么原始 那 因此他其实某种程度呢 李三受到 呃 危害的程度 比原始的环境 还要更严重 的原因是因为 大家都知道要保护天然里 或保护原始的大自然 保护荒野 所以那个好像没有什么争议 啊 那所以 画色保护区啊 或什么 保护手段工具 非常多 那但是在有人生活的这个 李三地带呢 他其实人是一定要去做 一定程度的利用 跟改造自然环境 然后来生产一些东西 然后因为这些生产呢 他就会改变这个自然的地景 让他符合人类的需求 那所以 这个时候 在这个区域呢 他的保护意识就 不会放得那么前面 然后 那他可以被讨论的那个 问题就会比较多 因为就是 人类利用自然环境的 所谓的智慧利用的程度 什么叫做智慧利用 什么叫做伦理 那这个东西 就会有非常多 不同的看法 或者是不同的文化 所产生出来的一些 在这个人类利用的 环境里面的问题 那当然在日本 在讲李三的时候呢 他是在讲说 过去 日本人对于这个 自然取用的过程 要嘛就过度滥用 一直到近代 又变成完全气质 完全气质 但是变成没有价值之后呢 就只剩下 把它拿来开发 变成是盖房子 然后呢 所以就变成城市开始扩张 那 这个历程我想就 大概所有都经过这样 过度滥用 然后 绝对保护 然后好像 就会产生非常多的冲突 那当然这个 人类利用的范围 除了山还有方光 海 所谓里山里海 里河的概念 那日本人就说了一种 从日本的传统文化来说的话 呃 其实在日本的神道教 或者是他们的 对自然万物的信仰里面 还有他们长期发展的农业 的实作 形成一种 所谓的里山地景 里山地景 理论上呢 他是可以兼顾 我们刚刚说的 过度开发 或者是 自然保护 就是 而且他甚至说明了 就有的时候 有人去经营管理 适当经营管理的 里山环境 他的生物重要性会更高 哦 因为他可以提供更多不一样的 这个 那这个 这个图呢 大概就显示了 比如说 在这个神社的那个区域 就是完全 呃 不能够去砍发的原始 哦 就是要保护它 哦 然后那 在这个 呃 农田的里面 可能有些什么样的生物 然后 那以前传统要 要盖房子 可能会用到牦草 所以牦草呢 可能在 呃 人居住的附近 不远的地方 会有一些牦草 哦 让他们一段时间 就可以拿来更新屋顶 然后 或者是竹子 采竹笋 采野菇 采蕨类 采野菜 砍柴火来 那个适度的生活 哦 这一些都 呃 就是有人进去经营这一些森林 但是这些森林呢 它因为人的管理而非常的健康 好 所以大概他们呈现的样貌是这样 那当然其实除了日本文化之外 日本在 这个呃 国际的生物重要性的议题里面 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 呃 就是 李山生物重要性的议题 跟李山的典范 所以这个概念也会影响到其他国家 那当然每个国家实践所谓李山的 那个人跟自然的智慧使用的那个 那个样子会长得不一样 因为它在不同的环境底下 好那所以 对日本来说 更重要的 可能不是继续维持着 呃 ok 所以丘陵啊 或者是这个浅山 我们完全不要去碰它 而是呢 要怎么样 把人跟自然 因为化石燃料 因为工业革命之后 慢慢失去了 使用它的需求的那个连结 然后产生了一些扭曲 比方说像瓦斯 当大家开始用瓦斯的时候 可能就不再去捡柴火 那这件事情可能对于林地管理来说 就造成了一些问题 那或者是说 当我们菜都是从市场买的 不再是去这个森林里面采集 或者是种植的时候 李山废弃 它会产生的问题 所以它现在都在讲 就是说 呃 我们怎么样能够恢复 人跟这个浅山的关系 然后这样子才能够 意识到这一些 生态服务的机能 就它提供的人 什么样的功能 人就会 意识到这一些自然环境 维持的重要性 其实重点大概就是这样 那因为有一半的人大概了解 所以我就很快的讲过去 那他们现在要重现李山的人跟自然的关系 就是希望能够展现在十一柱上面 把过去的风土文化形成的人 另又自然的方式 来慢慢的把这些东西找回来 那当然他们也强调就是说 这不是只是怀旧的生活方式 好像大家都不要用瓦斯 就回去砍那个木材来说 就是好像是 我们要回到过去的时空 过一种原始人的生活 也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他其实 还有很多其他的 环境教育自然观察 然后那个森林经营 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准备活动 然后对不同的利害关系的人 他其实可以做不同的贡献 好我这一段讲一下很快 那我们就很快来看过去 这样子 好 ok 这样子有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我想要赶快跳下面 ok 没有问题的话 好我们大致上了解其实就是 请说 我 我有点事实回来带你 你 哪里还在发现这件事情 我以为是各种 没有我陪你去 没有 有点事实 我回来带你 可是我 我 我有点事实回来带你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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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谈就是说 日本的礼山协定 或礼山活动里面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叫步道整备 那 因为其实 不管是在浦门 农艺的 所谓的第五区的森林的概念 或者是在日本的礼山的概念 就是其实你要去到这个 森林里面去做一些产集活动的时候 还是会走出一些步道 然后 那 所以 这些步道在农 比如说田梗 你常常去的 这个村子 我们刚刚看到的 李山风景里面 我先回到这一步 我们刚刚看到的李山风景里面 其实路就有很多种样态 对不对 村子的主要道路 然后 会去农田的田梗小路 会去山上采集的小路 其实路就会长不一样 所以 所以我们待会就会来看一下 当然其实 这是 李山其实讲的 会比较乡村景观 那如果再放到 我们再把这个 介于城市跟自然的光谱 再放更大一点的话 其实它的样态就会非常多 好 我们现在来 接下来就要看好几种步道 好几 好几种人使用步道的方式 然后 到底 它到底意味着些什么事情 好 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先来做一个洗礼车验 有没有人做过这个洗礼车验 做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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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在Facebook上有转啊 我以为大家很兴趣的会做过 好 那 那我现在来做做看 好 这里有六条路 标号123456 那我不解释这里面到底是什么 好 不要有人问我说 老师那紫色的是什么 这个其实是一个心理色源 就是你看到是什么就是什么 你想象它是个什么 在什么环境 都可以 所以你就看着这几张图呢 想一想 你最直接 那些 直观的 直觉的 第一印象 最喜欢的 是哪一种路 好 我们先静下心来 然后 想想好了 有没有人 还需要一点时间呢 都想好 好 我们现在可以来投票一下 我们先从 一号开始 选择一号的请举手 12 好 选择一号的两样 选择二号的呢 6 没有 没有 好 你要记得你们自己选什么 他只能选一个 好 那选择三号的请举手 123 好 选择四号的请举手 123 好 一定要选哦 不要有人最后什么都没选 选择五号的请举手 123 你怎么这么胶琢 好 来 第六 选择六号的请举手 12345 不贵 好 看起来是选择六号的最多 好 我们来听听看 先从 先从共识最高的 就是 二号都没人选的原因是什么 不好走 不好走 有点无聊 太直 有点无聊 太陡了 太直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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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人工 嗯 好 没有 没有 所以反正就是大家不喜欢原理 OK 好 不喜欢直线 僵硬 人工 那最喜欢六号 再说说看 选六号的人 为什么 为什么会选六号 谁变成 谁变成 K近自然 接近自然 除了二号之外其他不接近自然 不算 你这个最接近自然 我的感觉 差别是什么 他 他的那个 氛围啊 他说氛围好像是 氛围 哈哈 六号跟四号之间的氛围差别 在哪里 所以是 六号有点 这个 忽略感 有点 迷迷迷迷迷的 有一种 神秘感 的气氛 是不是 哎 很多人都点头 所以这是一种氛围 好 还有吗 还有不一样 的理由 没有 大家都没有那种非常固执性的 说法 比如说那个 那个树种啊 还是那个坡度啊 还是那个什么 软硬啊 都没有 没有那种物质 就是讲一种氛围 没有 就是这样 彩光 啊 彩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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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线的感觉 有 呃 不是完全都在树林里面 有点光透进来 啊 好 还有 没有了 好 好 那 现在有 三四五都是选三个人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好 那五号呢 选五号的人 为什么 是 一个是那个路的转软 呃 曲线 曲线很漂亮 因为一个是颜色就是那些路界就是颜色很很重复 很重复 知道很辣知道的颜色对 那你觉得这是什么季节 应该是球间 球间对 好 好 所以喜欢颜色丰富的树林 然后曲线 所以喜欢多样 对 刚刚他说不喜欢二号的原因 跟 喜欢五号的原因 不要呈现出曲线多样性 比较不无聊 好 那你会发现那个 这几种鳞相可能是不同的 气候 对 对 好 海拔或维度 都有可能 对 然后所以他灵相其实很不一样 好 五号的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透光 透光线 透光线 你那个六号 你不喜欢那个光线太神秘了 透多一点光是不是 有树种多样的 不知有一种 那个织物 树种多样 那个不知有一种 六号感觉都是 那真叶树 是不是 好 然后只持人 这样 ok 好 五号有没有补充的 没有 好 四号 选四号的又是为什么 阳崩应该是 他是最强的 你是选四号的吗 对 ok 阳崩他是最强的 相对于五号 只有树英 他这种 这种好像是 生命的 绿色 绿色隧道 绿色隧道 ok 光很强 可是总体不会射到外面 嗯 嗯 他好像比较像 扩叶树种 对 不是像那个五号六号 是他就要到火屋 嗯 ok 好 还有 没有 其他 四号 没有 没有 宿长的很好 四号的宿长 我后来 我后来 我后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好 宿长很好 喜欢四号长的 怎样看得出来 好 呵呵 很健康 ok 好 好 四 四号可能比较是长律 对不对 嗯 一年到什么 是长律 好 ok 那 三号呢 三号为什么 喜欢三号的人 就是 很喜欢自然度 自然度 比较高 甚至陆尿的 好 很多人出 ok 这个感觉好像是比较潮湿的 就是环境 环境 对不对 然后 比较是迷走路 对相对于 他可能 以路面来说的话 相对于刚刚四五六 是比较原始一点的路面 ok 好还有吗 还有什么 感觉 感觉很像终极山 嗯 就是身材会比较多样的东西 ok 是 就是 你走过哪一个地上下距 你走过哪一个地上下距 哪一个地上下距 哦 哦 你是静怡 ok ok 欸 你一直下雨 就不好走 ok 石头都很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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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所以 但是你来 你是选择吗 即使 他难道你印象 不是就是走的这么 不好走 还是喜欢山 对 ok 就是最近蛮喜欢走冬景山 就是生态会比较多 可以看到走路 我动物不像 不像包 不像百贵 就是可能就是能登高 放着太远景这样 就是生态会比较多 可能动物在这玩意比较多 ok 好 搞不好他旁边应该是有水对不对 嗯 有溪流或浮沉感觉 嗯 ok 好 那 呃 选一的也才差一票而已 选一的说看 感觉 比较 路要靠你自己走的 没有那么明显 感觉 直度没有那么清楚的 可以看到就是路这样 所以你喜欢路不明显 对啊 然后也觉得 比较像浅山啊 就是很多树 然后再走出 然后 ok 喜欢路不明显 很有趣哦 这是第一次听到 ok 然后喜欢 就是感觉可以自己走出路来 ok 好 还有没有要补充 一号呢 一号还有一个人 然后我就在树林里面 在树林里面 在树林里面 因为看不到路 哦 所以你也是喜欢看不到路 真的 哈哈哈 好特别哦 ok 所以你们刚刚这样子 听完大家说的时候 有人跑掉了吗 有没有人 结果就 就觉得别人说的还蛮有道理 然后就换了 有没有换了 心里面换了 都没有 大家都这么坚持 好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那个 呃 假设我们在做 那个步道的 某一个工程的会堪的时候 这意见如此的分散 好就是 其实你会看到每个人 当我们在讲说 步道要美丽 好走的时候 大家想象的图像都不一样 有没有 然后而且很难被影响 就是刚刚我们别人说 他喜欢树 有树 有树印然后有光 可是明明就有好几张照片 感觉看起来 也有类似的特色 但是他就是对某一种 步道情有独钟 那所以当我们在做社会上的 步道的讨论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会发现 人是很多样的 然后这个沟通 其实是 呃 好 接下来就会看新闻 没有人跟我说 那到底那个心理社会 真的 你们这是一般非常特别 上一次我要跳开这个画面的时候 大家就说 等一下 老师你还没有跟我们讲 那个各自的心理社会的 那个内容是什么 结果你的内容都不care 非常好 ok 好 我们接下来看一些新闻 然后这个 这个部分我希望大家 就是告诉我 你看这个新闻的时候 看到了些什么 看到了些什么 待会我们会一堆的讨论 被公围是台北市八景之一的仙基岩 相传 吕东宾曾经在这边留下 脚印所有这样的仙基岩的名称 师傅之前还投入了三千多万 计划要打造成重要的国际及观光景点 不过呢 这笔钱到底花到哪去了呢 美社记者独家去查访 发现这边的步道不但是阶梯过久碎裂 连扶手也毁损倾斜了 甚至还有登山客说 曾经喊过有人 就躲在这边西部 我们这样就知道 这样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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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角度也是做人去看 登山客站在步道上 歪着身体不是要搞笑 而是要证明一路上的扶手 全是向外倾斜的 连根本兼顾的水族阶梯 也严九师兄 处处可见超大力哦 大家可以看就更好一点 比较急剧不平的话 就会比较危险 这也是台北市八景之一的仙姬岩 相传旅公司发现过海 曾经到此一游 还在岩石上留下脚印 神仙传说引人假想 事故也从三年前陆剧投入 3300万 要把仙姬岩打造成北市 三大风景区之一 希望每年吸引十万人造吧 只是你如果来到仙姬岩 恐怕感受不到任何灵气 却得献瘦以赴武器 像是标示不清的吉典告示台 暗指是往前走不到五公尺 却是移动营栽 德山步道沿路满屋垃圾 散乱不堪 流畅的阶梯上 排队放着施工沙包 德山的得小心翼翼 跨过风锁线 一个不留神 就会摔得四脚朝天 自己好好看啊 小心看啊 所以你不要穿得小心翼翼 好 那你一定要啊 不然别打批这种 不便宜吗 真的还是要我上了 11点左右 要不然我下班 我就问过啦 德山的抱怨连连 把仙姬岩批得一无是处 但大力工程处却说 因为每年只有700万预算太小 不够好好回修 每次发起独死破败 也让民众感慨 仙姬浪财 仙姬全失 记得要送王俊宇台吧 好 OK 来先 大家说都要看到什么 看到每年700万 每年700万 看到一大堆税 每年700万 应该是针对仙姬 OK 好 每年700万 一条坑道很好 OK 好 还说看到一堆水泥 是指 他刚刚说那个破坏的水泥 还是后来翻新的水泥 是不是 OK 那看到那个怎么样 那个竹筒的那个扶手 好像非常的 我不知道 这个是台湾 非常普遍 但是真的很难看 好 除了扶手 很难看 好 还有吗 还有吗 非常的人工 非常的人工 人工是指水泥 对 什么都是 都没有 没有一些自然的东西 OK 有工 好 还有呢 水泥一定会破损 水泥一定会破损 好 好 这个很有趣 一般我们都觉得 我们用水泥就是为了 应该比较耐用 不会破损 可是其实常常被议员骂的都是水泥破损 然后所以怎么都不修 那个看起来像背序一样 OK 好 还有吗 他探讨了 他说是只有那个工程做的 好不好 没有水泥破损 比较后面 一样的 那是必要的 OK 是 好不好 还是必不必要 有没有需要 或是必要 OK 嗯 嗯 嗯 好 好 廟的牌龙 廟的牌龙 跟电子头发的怎样 都廟 那是廟 哈哈哈 老人 很奇怪 OK 好 还有吗 我不知道看屋下已经去的时候 好像有没有什么海水的 狗类的东西 所以就是小鱼在这边 边边的库 OK 没有海水 只看到阶梯跟扶手 好 先这样 好 我觉得最后这个蛮有趣的 先从后面讲起 一般的 很长一段时间 大家 民众只要说到步道 到应该就想到 要有 忽略跟扶手 没有忽略跟扶手 就 就觉得不是步道 然后那很少的人会注意到 其实步道 应该要注意排水 那当然这个 呃 这个排水的需求 也是因为这条路线 看起来 律行很陡 所以他应该是有排水的需求 但是他们并没有 至少刚刚看起来 是没有处理排水的 好 然后那个 这个 这个庙的这个 这件事情 呃 我 不知道先进来 什么位置 好 不知道 OK好 他在台北市的景美夜市 的旁边 附近 住宅密度非常的高 然后光是 因为住宅密度高 所以他就有点像是 比如说这个小山头 然后就 这边也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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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一个小山头 有15个登山路道的路口 然后他旁边都是房子 好 所以 那个 我们刚刚讲要注意 这个所谓的底山的区位 我们可以想象他的压力是这个样子 好 然后呢 呃 几乎每一条路道 都是这样子 就是从下面就要直接上去 所以地形很陡 然后就变成每一条都要接近 最陡的就是刚刚这一条 这个其实是因为那个庙 仙基岩 就是那个 这个地名 他们的那个 呃 他 当然这个庙为什么会存在礁山 这就是另外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好 但是总而言之呢 那一个步道就是要直接上去到他的那个阶梯 就要看到牌楼跟电子 淘汰的那个特别动 有没有 就是他就是直接直上 好 然后 所以因为这样就会需要做阶梯 然后想要让他有很危害 就会用水泥 还有仿木 仿竹的水泥扶手 大家觉得 那个 所以刚刚我先回来跟你讲 所以刚刚有人说 在这个地方看起来都完全人工化 没有任何一点自然 在这样 我刚刚说的这样的环境里面 大家觉得 那个 没有任何一点自然 完全人工化 在这种环境之下 是 是不是不太容易 对不对 因为他其实就是一个公共开关 然后使用量非常大 早上也有人去运动 早上一大早 然后整天一直到晚上 甚至有人要求要射入灯 因为晚上他们也会去找那条步道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 就在都会区旁边的社区常用的步道 所以使用量非常大 OK 所以可能这样子 他人工化的程度会比较高 那人工化表现在用这些材料 大家看到那个水泥步道 不知道其实常常破损这件事情 你们有什么样其他的步道的观察吗 有没有 你们之前走过的步道 为什么水泥步道会常常破损 因为台北市很多好像 好像有像山啊 就是 那些步道都是 都是掉水 都是你看 太多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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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边要讲到 因为是PMP 啊 整体上这方面都会帮忙 就是可以做 好 OK 好 这边说到金费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他刚刚说3300万 其实是三个拖截区 一年的预算 然后真正先继的一年是700万 大家觉得 刚刚那个新闻的批评 七百万花得来去 对不对 步道这么烂 这样 大家对这句话的想法 七百万 很多吗 那个 中学你说一下 呵呵呵 七百万一条步道一年的话 是很多啦 如果每年都有那么多是 如果每年都有那么多 七百万可以 可以那十几种每年挑一条 好好做 好 我们来问一下 业界来说的话 就 不用说你自己做的 好 比如说一般来说 一行进里的造价是多少 如果马上站到话 大概一万 上下 一行进里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一公尺 行进一公尺 近行进 对 OK 那假设一个步道 通常都是比如说1.5公里 好 通常 好 而且通常一个工程 也不能做个5公里 这种东西很少 好 就是反正我们就假设 一般的交生步道 通常它的标定就是1.5公里 然后刚刚 周军提供我们的数字是 1米造价是1万5公里 这个造价是全战道话的意思 OK 好 我一般是 就是 铺的话是1米加5千块钱 就是 差不多 我看来整个是造价那个 一七米的宽度 宽度 宽度 好 好 我们就不要说到1米1万5公里 就算5千好了 好不好 我先 还好 差不多工程学 总人是少 做不了什么 OK 那我们1万块 1米1万块的话 这个可以做几米 一般 7百米 我刚查了一个星期 你应该不会到几公里 1公里 这样 7百公里就到3米了 没有 它也有到1点多公里 这是维护费用 它的主要的那个花岗岩那一条 是超过 没有3公里 主要的 但其他的 你还没在说 这是维护费用 是 新建费用 还是新做的 以刚刚那个案例来说的话 你觉得是维护还是买新 所以 5百公里 因为它不是新的 但是它基本上 那个水泥是重溫的 那就是 陆星在 每次 对 所以这个是 那是表面修而已 你的意思是 1米1万块是新建 还是维护 应该是说 1米1万块的话 应该通常是维护还是新建 新建 没有 像这个要维修 就是维修 没有 它刚刚 大家有看到那个画面吗 它是整个水泥是新的 可能只有表面的 对 它有一个 它有一个 说如刚刚加大 但是基材可能还是久 OK 好 那像刚刚那样子 大概一行进去 5千 大概5千 5千 因为它材料如果是5千 但是要注意到 那个 跟董先生讲一下 民主是很重的东西 它一般的费用 像我们三下 2千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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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千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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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千块 1千块 2千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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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几块不是全部的 但是以刚刚来说 他其实这一段路全新 虽然他有物基 他不是平空重做 但是也等于是 每一行建里都有做 那那种通常我是会把它归类为之 当然他不叫新建 因为通常所有的物道 现在伟物都说他叫做伟物 但是你看起来就是新建 全部新建 简单讲是类似像这样 那我要讲的是说呢 如果你工程经费来说 每一行建里五千块来说的话 其实一年七百万是做不了什么事 台北市的步道 就大台北是四百六十多公里 台北市好像就两百多公里 所有的列管步道 所以他一年三大风景区三千三百万 然后其中分配在仙基岩步道 我刚刚有说仙基岩步道有十五亩 然后呢台北也只有七百万 那你就可以想象 其实是如果要用这种方式来做步道的维护的话 这是杯水车薪钱很少 这样 那当然回过来讲就是刚刚有人问到说 那所以所谓的维护的想象到底是什么 好不好还是必如必要 到底维护是要维护到什么程度 我们现在常常都是看着这个东西坏了以后 我们所说的维护基本上还是按照原来的行动去做 那可是那时候我其实就跟台北市讲说 他们有很多很陡的步道 要不要把他 就是假设他要新建的话 他应该是要把重新检讨那个路行 是不是还是要这么陡 还是他因为其实 就是我刚刚说的列管十五条步道是正式的步道 但是他还有很多民众自己走出来的土路 那个更多 那个没有计算进来 但是有的时候民众走出来的土路是有道理的 因为他比较平缓 那所以其实那时候 我跟台北市的讲法就是 他们其实应该是要去针对这整个步道群 去检视 包括他非正式的社会步道 就是民众自己走出来的步道 跟他的列管步道 他重新去再把这个山头的路线做整并 跟重新回号 那这样子才有可能去真正解决步道问题 而不是每一次都是这个破损了 把它重复一次 破损再重复一次 状况还是差不多 因为他没有真正的从系统上解决这个问题 好 呃 这个我们先先讨论到这里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新闻 下一个新闻 这个呢 我就不点进去了 这个铁真山大家有没有去过 有没有去过 在台中 对不对 你怎么过来出过 ok 好 那其实这个步道呢 一样刚刚是水泥 那个仿佛或仿足的水泥栏杆 水泥铺面水泥阶梯 这步道常常在坏 对不对 有去过的人就知道 就是他像刚刚那样子整个修过了之后 那旁边的 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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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泥堡水没做好 所以基础工程没做好 水泥设施应该要 就是基础工程没做好 所以他的基础工程会做什么 基础工程 你该要 假如说你完全是要用工程的概念来讲 一定是说 你该有挡补墙就要挡补墙 你该有排水水锅就要排水水锅 那你看 我是没去过这种地方 但是我看这表面就是完全没有挡补的设施 没有排水的设施 你说上边锅还是下边锅 下边锅 户锅 户锅什么 这个一定是有水的侵蚀 然后他就一定崩塌坏掉了 ok 好 那刚刚说到地址的 你知道那里山的品质就这样子 台湾山的品质都是这样子 不一定 有没有 你去过 你住在厚楼 你可以说明一下 那里的地址更确切的 是什么样子 你就你知道认识的 你不用讲什么中有名字 就你所知的 你走过厚楼跟其他 台湾的其他的山区厚 有什么差别厚楼 厚楼 mä 鲍鲍鲍 是葡萄牛charge 鲍鲍鲍鱼是这里的地位 对 那 铁针针好像是那个历史的地方 铁针针下面啊 它的那个 真的都没有人去过 对历史的历史 但是其实石头的量没那么多 它主要是红土 红色的土 正常像这种一定是黏土子弹很多 对 它就是有水的时候 它有水跟干燥的时候 它的那个体积的变化 会非常的大 对对对 类似 就是其实 但是其实台湾有些地方 比如说 它是可能夜淫的 或者是沙淫 或安山淫的 其实跟这个地方不太一样 这个地方确实就是 刚刚说的那种蠢质跟历史层 然后其实很松 可是如果下大雨的时候 它很容易被改变它的形状 所以因此呢 公所才会觉得说 它去做一个步道 来避免它每次步道 好像下过雨灾害 可能就会常常变动 那但是它要解决这个问题 它用的方式是 把那个材质变得非常的硬 厚 非常厚 就不管你铺在厚的水泥 其实都会有 水泥跟那个土壤中间的差异 那水就有可以从这个中间去侵蚀 所以如果我们在做步道的时候 没有去了解 每个地方的地质土壤的特性 然后我们都想 都是用同一种设计方式去解决 那个地方的步道问题的话 就会发生这个状况 不过我觉得很有趣是 到目前为止 我问说大家这个东西 为什么会坏药的时候 很少 是大家基本上没有去联想到 什么通工减料 或者是从观山工减 我之前在别的课的时候 大家就会讲 就通工减料 其实我看到水泥还算蛮厚的 但是其实我们台湾常会很快 就联想到那个黑暗的内面 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内面 但是其实我们要回到这个 每一条步道 它的本质性的问题 然后到底它发生这个问题的原因 是什么 来对证下药 那显然用这种方式是没有办法 对证下药 那这个是在新竹的山区的 另外一条水泥步道 大家可以看到那个 有一阵子 那个台湾非常流行做 这一种底下水泥上面贴使头的步道 然后呢 其实就像刚刚所说的那种 地质阻挡的环境 所以它后来就 因为灾害就坏掉了 我们会发现水泥这个东西 为什么不太适合在 比较自然的环境里面 那它其实跟刚刚说的地质阻挡之外 还有就是我们的 我们其实是很容易地震的地方 所以其实越硬的东西 在大自然里面 其实有的时候是比较不耐用的 然后呢 但是当 当它坏掉的时候也是非常难修的 这种我们 我们在大自然里面想要用非常硬的东西去做 然后当它坏掉的时候 其实是恢复速度很慢 像这个案例就是 其实就放在那边很久了 后来民众 你可以看到民众自己就 在旁边 另外开土梯 然后就走出来这条路 所以民众也不用等政府部门发报工程 再来解决这问题 那但是如果要解决这问题的话 通常 通常就会遇到这些废弃的材料 基本上不可能再把它搬运出来 就会可能会 假设它改了设计的话 好 基本上就把它丢在旁边 看不见的地方 不会有任何一个工程 有编材料被 把这些废弃的材料拿出来 好 那在这边我想先跳出来讲一下 现在我们讲到几个工程的 这个状态的时候 我们来讲一下 就是台湾这个工程的文化 大家知道那个 我们 发报工程 步道其实不管跟什么样的工程一样 它都会分成比如说规划设计 那设计有的时候 还会再分成所谓的细设计 就是比较大的设计 跟比较细的设计 有可能是不同的阶段 但现在基本上步道 我们会分得很清楚 就是设计就是同样 从基本设计到细设 可能都在同一个标案里面 那设计阶段要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画设计图 画设计图 然后呢 设计图验收通过了以后 接下来就是怎样 要发报工程 就是有 有这个营造厂 或者是厂商 反正他们包商要来按图施做 这个就是施工的阶段 那通常设计会包监造 对不对 也有可能监造不一定 反正总而言之 通常设计监造 设计的人就会来看 包商有没有按照这个图来施工 这就叫监造这样 大致上是这样 那 这种看起来是 没有什么问题的程序 它会造成一个问题 就是画设计图 有画设计图的逻辑 做不到有做不到的逻辑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通常我常见 刚刚我们会讲到人工化 好 太工整了 对不对 直线 接高接深固定 然后 这个栏杆的形式一致 好 它基本上很少 就是不太能够配合线地的变化 去调整这些极高极深等等 然后它会有一个材料过量的问题 过度设计 跟运用的太多的 不属于当地的材料 这个其实都跟刚刚说的这种 就是我们现在公共工程体系 来用同样的逻辑 不管你是处理很大的工程案 还是像布道这种小案件 都用同一套逻辑 就会产生这个问题 就是画设计图的人 其实最重要就是好画 那个图要好画 它很难 那但是施工的时候 可能限定会有很多变化 那你通常遇到限定变化的时候 就没有办法做出 不按照设计组施工的调整 那如果要也可以 有所谓的变更设计 但是会非常的 反复到 你根本不想去做这种变更设计 然后有的时候 变更设计还会 设计到责任的追究 当初是不是有设计不大 所以导致后面的问题 所以 当他一旦记录了工程 工工工程发工的流程的时候 通常就会变成 这种样子 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说 以前 我上礼拜甚至有讲到 布道其实有所谓的 社群自己典范 国家政府典范 然后才记录到国家警官典范 大家还记得很好 那我现在讲的这个工工工程的逻辑 就是在国家警官典范的时代 那上次我有讲到说 其实在没有画设计图之前 有没有布道呢 有 然后那个时候布道做的 其实 他可以用现地的材料 然后那个原因 其实是因为他不用 没有在处理设计图这件事情 好 那所以其实变成 这个程序会扭曲 就是我把它称之为 所谓的 一个头手分离的过程 就是以前的师傅 或者是当地的匠师 他是一个完整的人 他的头跟手是连在一起的 然后他可以累积经验 做错了再下一次再改变 或者说观察这个工法没有用 他又想另外一个方式去处理 所以那可以保持很大的弹性 那可是当他变成是设计跟施工 分开的时候就是头归头 很多大部分的设计师 是不会做出 不会真的能亲手做出 那个他画的图的东西 然后那会做的人呢 有的时候不一定看得懂图 然后再来就是说他可能有经验 但是他不能够超出图给他的东西 好 那 这个就是我说的头手分离的 的问题 那最后甚至是头脚倒置 什么叫头脚倒置呢 脚是什么东西 脚其实是材料 这里就跳出来讲一下 预算编列这件事情 刚刚我们在讲那个 七百万还是三千三百万 那个东西是什么呢 那个东西在政府的预算里面 叫做资本 然后那相对于他那是什么东西 就经常呢 好 通常我 为什么刚刚在大家问我 那个新建还是维护的这件事情上面 我觉得很难解释 原因就是因为呢 我们来先让大家想想看 一般步道最主要的需求 对于使用的人来说 最主要的需求是什么 路径要明确 但是刚刚有两个人说 喜欢路径不明确 这个没关系 就你至少等一下知道路在哪里 对不对 所以要指标 那指标的形式 从非常繁复的一整支的方向指示牌 到绑个路条都可以有指示的效果 对不对 好 但是对于使用者的来说呢 他其实是要知道 这条路去哪里 到插路的时候我要怎么走 对不对 这是最继续的 那再来是什么 维持路基的清除 所以通常需要什么 除草 除草跟路面的清整 就我只要看得出来这是一条路 我可以安心的走 对不对 大部分步道就需要这样 那 可是 那个东西 就是所谓的除草 维护呢 常常它是属于金藏门 金藏门我解释一下 这本本是什么呢 就是指硬体的 硬体的 比如说工程经备 或者是那个 嗯 或者是 买新的设备 这种东西属于资本人 这样 好 然后金藏门是什么呢 金藏门是劳务 是 是 是 人的服务 的经费 这样 好 好 那我们想像吗 如果是步道的需求 是我刚刚说那样子的话 经费应该大致上要编在什么地方 金藏门 对 一年有多少条步道 每一条步道 一年都要除好几只草 尤其是台湾 这个下过雨之后 草一下就长出来了 路一下就不见了 尤其是在竹林更严重 对 一下子竹子就爆出来 你几个月回去 路就长不到了 所以其实步道最需要的是 边金藏门 但是呢 在我们的政府的预算 总体预算来说的话 好 我们通常 每一个政府部门的步道建设 会被归在所谓的公共建设计划 除了公务预算之外 一般的机关呢 再去额外去做步道的整理 维修 他都要另外编列公共建设计划 去列出这些预算 好 好 那 呃 这个会不会 这个领域 到目前为止大家记得懂吗 公建计划 公建计划 基本上就是要编 它有一个比例 就是金藏门呢 是 这个 资本门 它不得多于它的二分之一 所以简单来说 好 通常编起来的结果就是 通常是 7比3 这样 了解 就是 一般政府部门 在编公建计划的时候 罗列我需要修复到的项目 里面有 我的 当然不是只有修复到 就是还有很多的公建计划里面 总体来说 一个机关 资本门要占百分之七十 金藏门要占百分之三十 金藏门不能超过百分之三十 而且还会逐年递进 这个是 就是预算的内规 好 因此 这些金藏门通常是用来 它的经费非常的少 大部分都是在资本门 那资本门通常都怎么划呢 就是 要八道工程的方式 好 所以刚刚大家问说 那个到底那步道是违雾还是兴建 其实 通常都是走资本门的方式 而如果一旦进入 划设计局之后 通常就相当于兴建 就是它的更动幅度是 不可能是说 我只是 某个地方坏修补这个地方 然后就跳过 然后再修补另外一个地方 它是整段全部一起做 所以就相当于是新的吧 ok 所以 因为预算编列的方式 就 有点扭曲 所以导致 就是 资本门的钱花不完 经常我们的钱不够用 这样 这样大家可以理解 因为我有很多步道 应该要去促操 可是我的钱不够 这边是很挤压的 然后 但是我有很多钱 可以越来越多的做 新的步道 所以你会发现台湾最后很扭曲 江湾部观光局 前一阵子 这个我大概有放过一个新闻 就是 我常说这个很扭曲扭曲到什么程度 就是我们有钱做新的天空步道 可是没有钱出厂 已经有的步道 这个原因就是在这里 就是整个预算编列 比如灵物局 国家分源 观光局 特别是观光局 观光局大部分的经费都是资本门 好 然后 你只要问他们步道经费 全部是资本门 资本的就是只能够发包工程 发包工程 发包工程就会走上 刚刚说的那个 画设计图 那 画设计图的时候 不会说 我这个地方有问题 我只画这个图 然后隔了100公尺以后 另外一个问题 再画一个图 他一定是连续的这一整段 都会做好 那所以我们就会发现 当预算是这样 然后进入到工程 发包那个 投手分离的过程的时候 我们就要来看 为什么会投脚倒置到 在做步道的时候 材料可能是基础 就是是脚 但是他不会是用脚来决定脑袋 是我这个脑袋 我要做步道的时候 我需要什么材料 我就依照现场实际上能够取得的材料 去解决我的步道问题 以前是这样的 那可是呢 当我们用刚刚说的这种公共工程发包的时候 就会涉及到另外一个东西 叫做建造百分比法 这个是公共工程委员会 规定的 好 大家可以看到 因为预算都是资本文 资本文采取公共工工程发包 公共工程发包的机架是建造百分比法 来计照设计费 好 那这会导致什么后果 就是 通常呢 政府部门 刚刚我们说七百万 我们举仙字眼的 其实七百万没办法真的整理完 仙字眼那一条步道 但是 可能预算 他每一年 能够编的 就是七百万 假设他这一条步道 分飞到每一年就是七百万 OK 好 那通常 公务人员没有能力自己去判断 这一条步道 你要多少钱修 他就会找一家他常常 合作的厂商来帮忙看 好 就说这条步道 你帮我看一下 我如果要这样修的话 大概要多少钱 然后我就把它编到每年已经被去 那这其实也没有关系 因为其实公务人员没有这经 没有这经验 OK 但是 现在当厂商知道是七百万之后 如果你是厂商的话 你会想要怎样 尽可能的 要把这七百万都用掉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七百万是指工程总价 那如果是 工工程关系是五百万以下 百万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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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十 那个是十点五 十点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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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今天讲设计是百万之五 对 不是七百万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那么多 大概是五点六 对啊 对差不多是五点六 如果是五百万的工程 一块 那倒推的话 服务费 你看这样百万之五就好算 25万 对 25万 就是我如果 刚刚我们说 假设一行径比是五千块 五千块的话 我可以做一公里 一公里的步道 我画了一公里步道的设计图 你达25万 这样 这样大家可以理解 好 那 通常你们会 就是你会怎么做 会让这25万比较 怎么样 容易拿到手 对对对 就是 所以 画图的效率最高 老师画了一张 比较是平均图 比较是标准的 对 对 就这样达25万 好 这样大家理解吗 那而且呢 你可能一公里的步道 假设你没有扑这些东西 你花不到 五千块 就一米花不到五千块 假设你没有扑这些东西的话 好 那如果你可以 不用铺到一公里 你铺五百米 就把五百万都花完了 对 是不是更有效率 对 这样 这样大家理解吗 对 对 这样 所以这个这个逻辑 倒推回来的结果就是 在画设计图的阶段 你可能会引进 比较多的材料 跟比较用比较短的距离 来完成 这个五百万要把它花掉 拿25万的设计费 就像刚刚中学说 如果你只画两张图的话 是最赚的 好 我举一个实际的案例 最近 很多工所 因为 因为那个 一开始张智希 我怎么在讲说 要做神座步道 然后工所就跑来找我 我说 那个有一个设计图 我们要做神座步道 有个设计图 要请我神 然后看看那是不是 神座步道 然后我就 我的问题就是说 那条步道在哪里 他就说 就在那个 他们 公所后面 那座山 然后呢 我说那那一条步道以前是什么 他说 当地人说是古道 但是其实没有人走过 然后呢 我就说没有人走过 那怎么会有设计图 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理论上 设计图是 这条路我走完之后 我发现了十个问题 假设定 我每一个问题 可能用不同的工法来解决它 那我就会画十张图 我现在是用简化的方式讲 可是如果你没有走过那条步道 怎么画得出平呢 对不对 他就说 因为那个要到施工阶段的时候 才会去把它开出来 设计师没有走那条路 要砍草什么 才能够把那条路砍出来 我就说 那你要先把路行界定出来 至少 然后沿线会经过可能有干沟 可能有一些高低企图比较大的地方 可能有一些边坡会崩塌的地方 路基不够的地方 路浮不够的地方 那就会有很多种不同工法 对不对 然后后来他就说 反正设计师已经画了一个图 没有去过现场 画了一个图给我省 就像刚刚中文说 就是 一个是这个 就是 左面 平面图 然后一个就是 这个测试 都是这样做平面图 对 他就是这样画 其实大家都会画 反正 他就是说 我上网路看了你们的做法 你们通常呢 都是画这样子 你们通常做法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通常是用木 土木阶梯是这样的做法 好的 他那 可能木嘛对不对 然后两个木就好了 对 然后如果是测看的话 就是变这样子 对 然后这个地方要 这个地方是这样 然后这个地方是这样 这个地方是这样 这样 大家看什么呢 好 两张图画完 然后 就这样两张图 然后 这个材料是 反木 的 水泥 反木水泥 因为 他说这个木阶 因为很容易坏掉 所以用反木水泥 然后做法还是一样 那这个 就是这样做 你看 两张图 这个是不是 什么做不到 我就不想从他 应该是讲起 对不对 没有人走过那条路 然后 所以他 这个图画完之后 他 25万 OK了 但是那个工程 其实里程数很长 所以不止500万 所以他的技巧 会在高音 好 两张图画完 就到了施工阶段 施工阶段 他材料都画完了 因为 比如说5公里 我记得那条路到什么 5公里 5公里如果都用这个方式 而且 全部都会铺的话 我很容易算啊 因为他已经把这个地方 的距离 都算出来 所以 一除我就知道 要多少跟 这个东西 多少跟这个东西 这样子 然后我就 料就叫完了 然后 这个金费就已经很高了 然后 就我记得这个是几千万 对 所以 这样子是不是比较好赚 然后 那厂商他就可以照这个图呢 就用那个机具 先把那个路 非常粗暴的先推出一条路来 推完之后 就按照这样摆上去 所以你就会发现呢 我们常很多步道是在 很平缓的地方 其实根本不用这个 对不对 很平缓的地方 坡度没有很陡的地方 也会 这样一条一条的扑过去 有没有 大家应该常走到 然后他久了也会变什么 跳篮 有没有 应该好 他会变成 因为土会降下去嘛 人采了以后 他会变异 然后土的水冲霜 土壤会流失 所以就变那种 一根一根的 变成是障碍路 有没有 然后我们在平地的时候 也要一直跳 一直跳 一直跳 然后 这个原因是什么 这其实是因为 就算是阶梯 他有漏化了收边 对不对 因为这个地方要收边 不然土都会砍掉 然后这个回田的细节也没交代 这不是重的 重点还是回到收 就是因为刚刚说的资本人比较多 然后建造百分比板来计价服务费 所以如果呢 你是真的用手作步道的方式去画题的人 就是神经病 什么意思 你要以我刚刚说的案例 你要先把路砍出来 你要地形上面对选一条最平板的路线 然后先开出来了以后你才能做设计 那你可能会看到二十几个问题 五公里的步道 然后他分的很赛 这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对于工程厂商来说 我如果花五百万 最好是花在哪里 搬运距离最短的地方 所以我就是车路可以到 路口异象 通常说座位会比较大 然后呢 所有的设施物都在那个 我常常讲说 假设我们的葡萄是 那如果有葡萄 对 好 假设我们的葡萄是 这是一座山 然后葡萄是这样上去 然后这样子过来这样下去这样 通常呢 五百万在这里就花完了 其他的地方下一集再说 那下一集还有五百万花哪里呢 花这里 然后中间 这种要距离很远的 这中间没有人会处理的 除非有一个接近道路 然后他在中间 在沿着这一块再处理一下 这一切都是从 材料搬运 跟材料要怎么样能够很快的 我图画最少材料最多 然后完成了这笔钱的消耗 所以这就是我们台湾 很多奇奇怪怪步道的原因 所以其实说到底呢 他不完全是工法的问题 而是我们的制度设计师的 设计师不可能花那个时间精力 比如说他同样是二十五万 他要画四十张图 做不做 不做 这么辛苦 而且如果这个地方更难到 我刚刚说的仙基岩还很好到 比多就是多走几次而已 上最近我们跟好几个 不同的工程公司去 去勘查步道要修步道 我就发现很多设计师 其实是没有真的去整山路 所以跟我们去走山路的时候 我想说一奇奇怪 他好像第一次爬山 因为他们以前真的可以用具现场 然后设计师就画好了 然后接下来都是施工的事 那施工怎么样最理性 我们现在讲的是设计者的理性 对不对 用最少的精力去完成那个百分之五 然后极大化那个工程经费 我的百分之五就会变高 那对于施工的人来说 最理性的是什么呢 就是缩短工时 就是期间 我把工期压缩 那所以这时候呢 我不会去用那么贵的人工 我一定是用机器 对不对 用机具比较快 然后最短的时间 我就可以把这个工程快做完了 那做完之后 我就可以领到这些钱了 所以不会 不会真的像 我们所讲的手作做到 就是其实手作做到做起来 是有很多技术 有很多 没有办法快的 那但是这个在真正的工工工程里面 是很难落实的 其实不是说真的做不到 是这个系统很难做到 好 那这个案例呢 这个案例非常多 然后这个我就 这个是 418万 然后你看 他也是说是 帷幕整修 水泥铺面 裁量20公尺 然后造价就很高 OK 好 这个 这个我们稍微看一下 这个是 另外一个议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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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 因为 这么深 又没有老人家驴 能已做过得 群飞滑滑车的民众 行走来修工非常不方便 另外呢 园里头的两颗音 破单不堪 连车币有荷屏 都不見了 限時向前面 坐在黎朝南漢方園旅店 總共假日 家人在大道去年 開採訪固於在南海湖的山明湖 居民公園 但這裡的步道道路是碎石路 讓人家行動不變 走的路困難重重 地面一個步道間 也有10公分的表明落差 不過都要小心翼翼 師傅浩斯兩滴兩千萬 用野蠻廠變身打造的 旅公園全面的當場 另一個位在陸下的 古德坑旅公園 情況也一樣 不過在那兩座兩座兩座 一座呢 另外一座 前向一個廢墟跟物件 我們基本上會 要求他們來休假 畢竟公園是師傅大眾的 休閒場所 更友善的環境 對老人家來說 在歸聯抖路 抖持折磨 記錄穿一隻手 還不到 好 這一個大家看到什麼 看到什麼 石頭路 碎石路 碎石路 碎石路怎麼樣 對阿 那位不友善 蛤 文藝不友善 對文藝不友善 對文藝不友善 OK 好還有嗎 謝謝 他那個 他那個 他那個官員好像是彎暴 彎暴 彎暴 他就應該是那個 山豬肚垃圾 買廠旁邊的 工程 他是有塊地 把他 把他固定的一個 這車場 把他 把他填一點 把他固定起來 做這些東西 應該是不是很專業的 好 OK 很好 還有嗎 有沒有注意到一個 事情 就是他說 屋頂 兩場的事情 破爛 沒有屋頂 OK 大概這幾個重點 我們先提一下 碎石路 這兩個人可以一起講 碎石 其實他剛剛應該還有一個 水溝的距離過寬 沒有 沒有太慢 對 好 碎石路面通常 的原因 為什麼要用碎石 剛剛還有幾種路面 有這種 其實是 應該是水 那應該是柏油 柏油 對 然後這碎石 這四百 然後還有一個碎石 有沒有 這三種路面 對 通常碎石的問題 還想水 還有透水 透水 透水 所以大家會覺得 碎石比較環保一點 對環境比較優散一點 提起 用水泥封住 對不對 好 那 當然這個碎石路 這個問題 我之後再講 那先回來講 但是在這裡 他提到了 對環境 有使用者 有不友善這個問題 大家覺得怎麼樣 就應該有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就是應該要特別認為融音的一個 那其他的就可以融音 這個 OK 特別的為他 OK 其實以剛剛所講的 這個的定位 我們一樣先知道 不知道到底在什麼位置 它是一個很自然的環境 它其實是什麼 是垃圾掩埋場 然後後來呢 為了改化垃圾掩埋場 到處都有環保公園 對不對 那個是 閒垃圾師 對對對 其實是 是垃圾掩埋場 然後後來 它不再用了 所以要把它種植綠化 然後變成大家可以去使用的 環保公園 那所以表示它的坡度 其實是 人為可以改造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大部分都很平 很平 那所以通常如果是在公園 關鍵字是公園 一個 其實是 人造的環境 然後坡度很明緩 其實確實 應該要考慮 行動不便的人的通路 因為它沒有破壞自然環境 我上禮拜四之前都講 對不對 我講到說 只要是沒有破壞自然環境的景觀 或者是破壞環境的生態 或者使用破壞自然的材料 在那些情況之下 在地形許可的情況之下 它的確應該考慮行動不便的人 那它其實它的很平跟範圍很大 那所以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所講的通用設計 是需要考慮的 是需要考慮的 那這個通用設計的原則或精神 其實在講說呢 就有點像吃素這件事情 我舉生我話一直在說 吃素其實是一種通用設計 因為素食大家都可以吃 但是肉呢 有些人吃也會不吃 肉裡面有分牛肉對不對 有人不吃牛 有人不吃什麼 但是可能最大的那個 共同都可以使用的基礎就是 那個素食這樣 那通用設計型就類似這樣 就是 如果你提供了一個比較平整的步道的時候 其實所有人都使用 所有人都可以使用 並沒有只有坐輪椅才可以使用 那什麼時候要分流呢 就有可能是 呃 就是 假設那個條件 它等於是 其實 其實通常如果是在 地形許可的情況之下 盡可能那個設計 從頭到尾就是 沒有排除任何人的 就是不是特別為人而已 而是所有人都可以使用 那但是 在剛剛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這三種負面 那 對於 這個 這個做輪椅的人來說的話 碎石路 特別是這種沒有夯食的碎石路 有一些夯食過 國外有一些夯食過的碎石路 其實走輪椅是ok的 或者是這種石板 他就不太適合 行動不便的 所以我們再強調說 在這種環境之下 是應該要考慮這個 好 ok 好 那 那個 梁亭 為什麼 托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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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這個 這個 可能是沒停照 這個還是關鍵 好 這才是關鍵 你們注意喔 台灣很多的庭子都沒有戶頂 關鍵是我們來請這個 請 陳大的 呵呵呵 對嗎 我有記錯 你了解法規 你可以說一下 構造部 公園是多目標使用的 所以那個構造部 應該要有 人炸造 或是網路建造 嗯嗯 對 ok 通常啊 這個 我會看到梁亭沒有屋頂 就是在規避 請造的這個麻煩 嗯 齁 然後你看看 就是真的很多 很多蓋了以後沒有屋頂的 然後大家就會說 欸怎麼會沒有屋頂的梁亭 你到底要知什麼 齁 其實這個問題真的蠻多的 類似這樣的狀況很多 好 那 好 我們再繼續看 好 好 下次再見 今天我們今天先把我們關進 人家上投訴了 你的臺就是一個對王先生 最近是螢火蟲出沒有季節 王先生在逢流到新店立場的房間區上 有一個過程 所以想要一個場地 泰國黑暗黃沫 以及成為的一般場冰山 而且已經變中 還希望能夠加上一些漢堡的裝飾 像是木蘭或是光榮的 那是花時間一查 這一片根本是私人地 大家還是要看著自己 這條小螢幕道 不但一片晶黑 而且路面不平著 讓他一路上好幾個都會擺保 火師力來到現場 也有護手一眾 覺得的確有點無限 路是不好走是真的 就是還好 有另外一條路可以走 還有路燈 這條路沒有路燈 是不是有一個人需要擺擺 沒在手電筒就有點慢 覺得危險 就是還是要擺一下會比較好 實際開著手電筒 整條路還是伸手無見無止 就算有不少機車的騎士 騎車來賞銀 車頭燈的效果也不大 看看這騎士山路 到處都哼哼咚咚咚 玩不可能隨時都會有溫寵 車影出沒 更危險的是 路的兩行沒做困難 如果不小心踩空 真的會不堪得想 這時間是工作 卻說這裡是私人土地 也沒辦法管 我們其實有所謂的登山步道 並沒有去規劃說 有什麼樣的步道 在那個地區 蠻是設計到一些私人的 比如說盡量對電電碼 在今天開始 如果你們用作 已經做到私牌 已經做盡量管制 不要上去 那想看一貨窗 不完呢 還真看不到 對於要想一致 民眾可要準備好照明工具 否則受傷天使能 自己負責 記者參加訪黃瑞琳 送一張台北報導 好OK 這個看到什麼 這個裡面有什麼可以找這個東西 看到賞銀晚上不要上去 哈哈哈哈 賞銀沒有 賞銀要有燈光 然後還有霧藍對不對 沒有霧藍就很危險 這個安全 這個安全剛才講到什麼 然後晚上 首先是 呃 晚上很危險 再來就是 蛇 對還有溫愁 然後 晚上 然後毒蛇 啊 愁 這些 因為都是安全的問題 然後呢 還有就是 沒有不來的 也不安全 好 然後晚上如果要去閃銀 晚上也一定要有燈光 對不對 這一般大眾真的有反說很有趣的想法 但是其實我們會發現 他那個受訪民眾沒有那麼無腦 對 其實他會想說 晚上應該要戴手電筒 或者是說愛要的導覽 對不對 他其實講了很多 但是記者就會把他打向那個 剛剛我們所講的這一些 很恐懼的這個 迷思 裡面還有一個什麼事情 我都要講一下 私人 私人土地 私人土地這件事情非常有趣 呃 在這裡的話就是 呃 其實 其實大台北 像我們剛剛看到仙基 也在那邊不是 也講到 有一些住家 對不對 呃 其實在我們的郊山環境裡面 公有地跟私有地的那個交錯 跟複雜地權的程度 其實是很難處理的 那有的時候是 這個私人土地自己大家走出了這個路 然後所以政府呢就不能去做 政府不能去做任何設施 這個時候是好事 對不對 然後但有的時候是 私人他就把黑路封起來 不讓人家過 然後政府的公權力也進不去 所以這個時候是一個麻煩的問題 好 看起來剛剛大家對於這個部門的問題 都不需要討論 我覺得好像大家都沒有這個私 好 護欄這件事 好 剛剛我們有看到水泥扶手 有很多地方做我扶手 然後沒有護欄就很危險 大家對於護欄這件事情 有沒有 有沒有人覺得其實應該有護欄 沒有 沒有 那看起來沒有跑到這題 因為我接下來就要講藍杆這件事 其實藍杆常常會 這當然跟我們剛剛前面講的那個什麼 資本門經常闌的問題 或者是這個工程經費怎麼花 所以通常久而久之 就讓我們對於步道 就等同於一些東西 就是護欄 鋪面 停車場 觀景平台 兩題 有吧 然後這些東西都是很容易把錢花掉的 對 那但是其實這也回過頭來 反映一種民眾的需求 其實也常常民眾會跟政府部門說 哎呀要設護欄啊 要做觀景平台 要做廁所 有很多民眾陳情要這些東西 然後公共工程的那個邏輯 用做這些東西其實是比較容易 所以就一拍即合 就是大眾的主流 這到底是哪一個機身蛋還是誕生機 不太確定 因為有可能 民眾本來不一定是這麼媽寶 但是當工程就是我們的步道工程讓大家習慣 步道就是這個樣子的時候 大家想到步道就只覺得有那些東西 他們就會沒有其他的步道的想法 所以這個到底是機身蛋還是誕生機不確定 那但是不然是不是等於安全 那最近有好幾篇文章就有在講 像國外這個是那個獎談人 然後之前有你看他這個明明就非常危險 然後游客也很多 但是之前也不是沒死人 有死過人 就是有游客掉下去死掉 然後這應該是怎麼回事 然後他們就開始討論要不要射欄杆 那我來想像一下這個地方 如果射欄杆會發生什麼事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這個環境 射欄杆 這個我們現在是模仿它的形狀 大家覺得要不要射欄杆 不要 為什麼 真的很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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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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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罐你就知道要小心 OK 好 有沒有人 那個覺得應該要射欄杆 不要客氣 OK 有沒有人 好 好 對 確實應該是你小心 然後很難看 會破壞景觀 那 這些都是可能是不同價值的 我們來回過頭來討論說 那我們如果真的射了會不會比較安全 好 先不管那些剛剛說的破壞的景觀 或是什麼 很難看 然後這些 如果射欄杆會不會比較安全 大家想像一下 為什麼不會 很靠近 沒有 沒有 那時候會挖過去 OK 對 OK 但是這個其實 我們常會看到那個射欄杆 有的時候是射在最邊 最邊緣這裡 最邊緣這裡 那所以 你現在看到右邊這張照片 是沒有射欄杆的時候 人的分布 人的分布是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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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射欄杆的話 會怎樣 全部都在這裡 全部都在這裡 對不對 然後而且 的確 的確 就是剛剛上一個新聞 就是爬過了 他其實也不是真的要爬欄杆 他是在自拍 然後把自己身體 突出去 然後失去重力就摔下去 這個地方如果射欄杆 最容易發生剛剛說的那種狀況 就是 大家反而會相信欄杆很安全 這個時候會讓它非常靠近危險 那如果你欄杆沒有射得這麼靠邊的時候 假設你把人限制在這一圈 人就一定會翻過去 因為他覺得還很遠 所以 最後發現 如果你真的去 實際想像遊客行為的時候 越危險的地方 不是欄杆其實是比較安全 因為他會看到危險 然後 那 而且欄杆常常是 但是有一段時間 國家賠償 常常是 判那個 公務員 沒有射欄杆 或欄杆射太矮 然後 就要賠償 然後 這樣子 惡性循環就是欄杆要越來越高 然後 大家只要一看到落差 就要射欄杆 那 但是我們同樣講欄杆的話 我們其實有另外一種可能性 這個是 追問古道 那種 這個是我的 我的 我做的 OK OK 好 我們後來發現說 其實日本人跟我們這個很像 對 但那時候是日本人是沒有射的 對 有一種是我們外面有做的 他當初是用鐵線跟鋼筋 去做 我們是把它走換成那個 環環跟那個鋼筑一樣 嗯 但是那其實很難固定對不對 這個 真的做這邊 這個外面也可以 一個是要維護的 對 你也做在這邊的風險 就是 一個是 施工 還有就是固定的方式 一個是主動式 一個是被動式 這個是 這個是主動式 這個你要拉才有用 另外一種是 做外面的話 就是鐵板 他會幫你 他會幫你洗一下 那個叫被動嗎 算是 但是常常很多人會 因為有籃杆的依靠人 對 然後如果沒有 就要反而 我把他做得很不兼顧嗎 我沒有他 你把他做得很不兼顧嗎 他都被告 原來 我們支柱是兼顧的 可是其他的是 鋼手是軟的 他還是靠 其實他可以維護 其實這真的是 所有的東西都是維護的要件 你做的設施 其實就是要跟進維護 你做越多設施 就要越多的問題 才能夠確保那個設施 沒有問題 不一定是最初設置的時候的問題 他有可能是使用上 或者是隨著時間 或者是有各種各樣的原因 有一些天災或者是什麼 我們出問題很喜歡 到人家非常好 什麼東西都是別人的錯 像我們最近 我去幫同業 就是那個 花花大掉牢 小孩子掉下去 我覺得那個原因 最大的就是那個家長 結果現在 他完全沒事 受害者 他開口說要780萬 就非常 這樣就一個 所以小孩子 啊 掉牢是你們的 不是不是不是 我去幫忙鑑定 把這個事情 想辦法刪掉 嗯 好 這個又是另外一個 就是大家有看過這樣 小孩子還可以從 忽然外面犯出去 這樣 什麼的都是 他完全都沒責任 他是受害者 那麼多數 啊 人家要賠 啊 呃 對 其實關於這個設施 然後民眾對設施的使用 然後 所有的責任都希望有個國家 其實原來國家賠償法的設計 不是這個樣子 他是要讓公務人員的 勇於 就是 如果真的出了什麼事情的時候 是國家會幫你賠償的意思 原來的設計是這樣 但是國家賠償完之後 如果要跟公務人員去追究 他的施職的時候呢 有的時候就會導致公務人員更害怕 之前有一個案例是 雯山溫泉 雯山溫泉 所以現在就封起來了 那些都不用去了 對 不過現在又有新的改變 就是三連開放政策之後 那行政院就直接說 這個國家不在 那個 你是說哪一件事 如果雯山溫泉在開放 你真的是治那些公務人員 你危險 因為 因為動不動就會起訴他 你明知他們那麼多危險 你立個告示板怎麼用 你告示板50公尺 跟告示板1公尺一個 那個強度就比較 說我沒看到啊 我這個我才會 我先讓大家follow上這個 雯山溫泉 雯山溫泉大家知道嗎 就是 這個 那個雯山溫泉有去過嗎 他 他 白羊吹到的外面 對 他其實是往 不是白羊吹到這邊 是他的套 套谷的那一邊 然後往山下 對 一直下去一直下去 下到頂的時候 在旁邊有人 以前 其實那也不是政府做的 對不對 最早就是 圍起來了 然後圍起來有一窟 很燙很燙的溫泉 那他好像還可以在 你的旁邊還有幾窟 然後 那那個地方呢 就是 他其實峽谷那上面 很容易落石 然後呢 有一次有一個人 被落石砸中 那照理這件事情 首先那個設施 也不是 國家一個人做的 是之前民眾自己做的 然後呢 那他只是做了一條步道下去 那所以在那邊泡溫泉出事 後來那個人 就去告國家賠償 那國家賠完他之後 當然就 那個檢察官就開始追究 公務員有沒有失職 然後他們後來就 發掉那個公文 就發現說 前一年 他們曾經討論過說 這邊 有落石 應該要訴一個指示 警示台 警告大家 會有落石 這樣 結果檢察官看現場 沒有警告牌 所以就認為說 已經有了這個公文了 然後結果後來公務員沒有 就天翔站的主任 沒有趕快去做 所以 沒有讓民眾意識到這個危險 所以後來這件事情 就真 那個天翔站主任 後來是緩刑兩年 就是好像還要賠 就是拿自己的錢出來賠 給國家 就是有追究 所以那個事情 就讓大家 對於在天然環境裡面 落實這件事情 到底 因為它已經形成一個判定 我們只要是司法判定 就相當於是一個 等於是補充那個立法 所以後來的那個立法的判例方向 就變成是常常是 往這個方向走 所以你會發現 我們台灣有一段時間 到處都是告示牌 有沒有 就是這樣 就是不可以下水 什麼水深危險 然後或者是毒蛇 毒蜂 有沒有 就是反正立很多牌 的目的就是 其實不是要真的要讓遊客知道危險 而是要讓追究起來的時候 公務人員自拔 戶然也是這樣子 這些都是為了害怕國家賠償 所以做出來很多不必要的設施 那30開放之後呢 有一個比較大的改變是 修改了國家賠償法 國賠法有修改 它就是說 在自然環境裡面 不管是人為人 還是自然的設施物 如果這個就是發生危險的話 基本上是可以 就是不能夠 我記得他在原文什麼 反正意思就是說 在自然環境裡面 那個可以有免責就對了 然後民眾應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這是最新的國賠法 但大家還在看 就是到底接下來 會不會有馬關還是認為 因為其實馬關新政是比較 在台灣來說 那個新政是很重要的 OK好 那這邊就是顯示說 追入古道的這個設計 它其實有引導遊客 向安全的地方靠近的方式 就是這種這種拉繩 是沿著山壁來拉的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這個新聞 我們就不點進去看 這是做了那個木棧道 是在南投祖山 好像是 然後剛完工還沒驗收 有人跑進去 這個 大家應該常常看到 涼體裡面有那個火 生活過的很久 就算塑布也會有 然後所以大家很喜歡 其實你會發現 那只要有做涼體 就會出現有人在那邊 停留時間比較久 然後停留時間比較久的時候 就會有廁所去床 所以那個設施物是會一直加上去的 然後通常在我們的名義代表 地方的設置人物 幫民眾爭取這種是一種政績 所以它就會形成一種 很多越來越多設施物 然後那這個案例是我覺得蠻有趣的 是他們失火了之後呢 是沿著那個戰道系統燒 就讓他們變成是一個那個 怎麼講 火的那個引性 那個風水會引進巨斷步道還壞 他們後來是巨斷的 但是已經燒了一陣子 已經有那個火水 因為那個是線性的 一直燒到這邊 趕路之之後再燃 真的是 後來消防員趕到這是巨斷 對 但是那個包廠可能就 他又要重新再做 OK 好 這個是在那個師弟做了這種 我們常會有那種在師弟裡面做戰道 然後他的目的就是保護 尤其是高北師弟 他其實是要保護一種場 一種水深的水 讓大家不要下去 所以我們常常會因為遊客行為 我們想要限制遊客行為 而去做木載道設施 就是大家可以 包括像壽山也是一樣 因為遊客太太分散了 然後東彩西彩 然後呢自己開立新的路 然後導致那個植被長不出來 就環境的破壞變得很大 所以就會做這個來限制人 可是以高美師弟 這個案例就變成 是他們發現這些設施物 最後會導致對於路屑的繁殖 有所影響阻隔 還有包括說 師弟有路化的現象 外來種 那個木花米草 開始 就是大量的出現等等 那所以其實這裡是要講說 我們想要用 解決一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引入設施物 可是這個設施物 可能會帶來另外一個問題 我們其實必須要先了解 到底要是有什麼問題 這案例也是 這是肯丁的 為了保護路線所做的木載道 然後結果呢 當時這個設計其實是希望大家 不要去踩踏路線的氣力 但是在施工的時候呢 包商是把土埋在路線 這個洞上過去 所以就是這些境遇的進入 包括說我們在講那個什麼 纜車啊或者是木載道 我們想像都是說 完成了以後 他就只有落那幾個柱 人會踩踏 所以我們可以藉由 可以做這個設施 保護這個環境 但是施工過程沒有考慮進去 對不對 施工過程的時候 其實這一些的擾動 是很大的方 然後有可能是無法回覆的 然後這個案例是 有一個婦人 她被搜救了 那還好這個婦人被搜救起來 她有自己說 她是臨時起義 這個午餐之後 想說去跟朋友去爬個山 然後雖然穿著鞋子不對 然後下雨有點濕滑 然後自己又喝了一點酒 所以就等下去 這個就是在講 游客自己本身的責任 跟那個事前的準備 然後這是夏威夷 一個非常有名的步道 有3922街 當時這個步道最大的特色 就是沿著那個極限這樣子走 然後之後他們就花了很多的經費 去把這個整個戰道生死做出來 可是做出來之後 後來就像我剛剛說的 維修的時候就變得很麻煩 這個東西要維修 後面絕對比新建還要更麻煩 所以常常有的時候 都是用新建的手段來處理維修 最快的方式 其實就是乾脆不常做 那如果是要這樣維修的話 其實他們非常困難 那後來因為無力維修 所以他們就乾脆封閉 所以乾脆就不要讓人家進來 原本走這個極限沒有這個的時候 大家還可以自己跑 有了這個設施物 後來因為設施物危險 無力維修就封閉 可是這些東西封閉之後呢 你根本沒辦法阻止 你能持續的進去 這個是封閉30年之後 還有人不斷的去嗎 封閉可能只是公務人說 OK我不負責任了 所以你們自己進去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案 這個 好昨天後 國內四大風景區 可能在10月就要開始收費了 其中包括了高雄 茂林風景區的梁山休企區 今天我們記者就實地走訪了 這個其中最有吸引力的梁山瀑布 不過也發現 這邊雖然有種天然的生態 或設備就簡陋的可憐 想看美景還得要去不下去 甚至要太陽下去 但一不小心就會發了很危險 不用多抱貶 這樣的設施 請拿來要收費 是在露捷 清色清水裡頭第一支台灣 馬克雲清晰可見 聽到了嗎 旁邊就是壯觀的梁山瀑布 再往旁邊看 一隻螃蟹就在你身邊 但您知道嗎 想賞這般美景 實在不簡單 穿鱸的女生也一樣也跟海裡一樣慢慢爬下來 而有具高針的三小燈還無法去享受美景 而這個保有自然生態的梁山瀑布 住在高雄茂林峰景區的梁山休憩區裡 比月景色天然 多米來 多米重來 這裡採訪金曲大 竟然分桌金 突破好走 自己搭鐵架當橋 想出席 有了啦 最快點來山添水 還有更迷人的是在一年夏日 融入清澈添水的清涼 但是想要進入庫布區 就得進入遊客中心直到大門 如今這裡被點名 最快11月就要收費 對 她的裙子 要爬下來很不方便 就是可能會踩到 有點危險這樣 增加更多設施 會比較好 會比較合理 那要收費的話至少 設施要再多一點 梁山休憩區 對居心理的就是 顧布區樂 但她開一次想進入 卻連個樓梯也沒有 也難怪民眾會抗踢 基本設施都被同山蓋好 去只想抽錢 實在開不合理 記者在山田高雄市報道 好 這個看起來大家有反應 我感到大家看到什麼 穿著一些髮型 ok 好來 順便講 3月的事情 就是說 3月到底要不要收費 我們花了1億4千多萬 一個東西 結果花了什麼 平均在什麼平均也是一樣 不收錢 那 我們台灣人一輩子 去一次3月 那為了那 那200塊 花花叫 可是你想想看 如果3月1年有200萬的遊客 外國遊客 一個人收了200塊 這樣就拿4億 結果我們免費 花1億5千萬 蓋那個設施 那還要花好多錢 去打掃廁所 讓外國遊客免費來 我們台灣人 就是為了那200塊 要花花叫 那不行 想想看說 我這輩子 去一次花1百塊 可是我一年可以收4億 4億 可以讓整個 搞不好整個花1的營養館 都不用錢 所以大家都是很習慣說 免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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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要跟他收錢 就講一大堆 一大堆什麼 設施不好什麼 其實就是花不起這個錢 就是要免費金管家 我講講 講到這個 這個東西 關於這個 我們後面還有一個很類似 這也可以先討論 然後也可以 就是 要大家看到的是 我們就集中在收費這件事情 因為大家都對於那個 儒客自己的行為 有共識 不應該這樣 有人去過兩三瀑布嗎 去過 那個瀑布其實是比較 原始 比較原始 對不對 他其實有其他的瀑布 是比較容易倒在 對 對 附近有很多的大支瀑布 大支瀑布 那個比較 滿面積的 他比較平 好 那但是那些設施 大家看到有人拉水管 有人在瀑布底下放 站到可以 站板可以站在那邊衝突 有沒有看到 還有一些拉繩啊 或者是那個橋 那些都是誰做的 本地民眾 不是政府做人 那當然那個是在 茂林風景區設置之前 民眾自己做的設施 然後呢 風景區 設了那個大門之後呢 他們就希望 接下來進去這個園區的人 要收費 好 好 所以這裡面會涉及到 收費是不是合理 收費是等於設施嗎 剛剛不是有人說 如果要收費 然後設施要多一點 好 所以 剛剛仲君講的意思是說 設設施 民眾不願意負責錢 那剛剛看 民眾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要收費 然後還是要等設 要不要多一點設施 好 收費是不是一定要用來做設施 這是一件事 然後收費是以園區 作為一個主體 還是說設施物的使用 一個問題 收費到底要用來做什麼 財庫 維護 保護環境 保護環境 也可以 保險 甚至有導覽 甚至有導覽 設施 設施 他們有導覽 他們沒有工作 這個都是這個 設施 設施 有人說 保護環境的資源 有人說收費是要用來 社區的 導覽 最近 你跟那個人家講 還有其他 收費也可以控制 一樣 因為 你就覺得不值得 你就不去 所以 你應該會做一堆 收費的就 就 以料自料 啊 以償 以她 以降 以償 自料 OK 這邊還有一個 有選擇的使用者部費 然後 大家更有說到說 付費是為了清潔 像史文隔負負負負負 到底是放動的 大 before 公共还是事 上礼拜我们讲过 什么叫做公共通勤权跟外国的权利 那收费会不会影响这个权利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 它有很多不同的案例 其实刚刚说 那个梁山木木的案例来说的话 收费可能是为了那个园区的管理 园区的管理的角度 包括希望能够 当然不一定有的时候 它是收的费如果真的很便宜的话 像现在是国家市民有多少钱 收多少钱 反正就是铜板价 那铜板价不一定能达到 那个以价质量 那但是确实一个园区 合理来说是应该有一个量的限制 在不同的环境底下 应该要给出这样的量的限制 但是这个量呢 不一定是设施物提供的能量 有可能是自然资源可以容纳的能量 那如果你刚刚说的三月吊枣来说的话 我会觉得 那个更大的问题其实是 不一定是我要去使用这个设施才要收费 而是国家公园应该要收费这件事情 收费的主题是这个 就是我们刚刚不是一直在讲 要保护环境 然后确保那个资源的经营管理 因为要维护那些东西 其实就是需要经费 经费不一定用在有型的设施上面 有型的无型的 然后有 然后我们先这个先讲 就是园区的经营 所以其实之前呢 比如说像 美国的国家公园其实是要付钱 都有 然后我们的台湾 的国家公园前一阵子不是说 像泰鲁格想要收钱 其实我觉得泰鲁格是应该要收钱 应该说国家公园应该要收钱 然后收钱进去之后使用设施物 不一定是 就是应该要 就是不是针对个别的时候设施物 对他是针对整个园区的经营管理 那泰鲁格 之前有讨论过 然后差一点就要成功了 最后的失败 这跟刚刚那一批这个 轰领区要收费是同一段时间 那时候甚至连接驳车都想好了 因为其实就像优胜美地 如果你要控制大家自己进去的话 你要提供园区的那个服务车 然后所以你可以把车停在园区外面的停车场 然后做他的那个巴士系统进来 这样才可以减少在园区里面交通堵塞的问题 像泰鲁格在燕子口啊 长春池啊 那几个地方 就是一大堆油车就塞在那里 好 那所以那时候本来是觉得收费 然后把车通通停在外面 然后做整个园区的经营 三月掉下是其中一个 这件事情应该是要做的 那后来因为一个台八县是省道 然后省道的路权是公共的 如果我是要开车去大雨林 那我进去也要收费吗 然后那我就是我是穿越式的 我不是要进国家公园里面玩的 我是不是也要收费 还有车子也要停到外面 所以最后就破 所以泰鲁格后来很难收费的原因 其实是台八县都可以 省道路 比如说你要穿越你就必要晚餐 或者是天间 你要有东西去管理 那些都不是 那你如果去看这种 我们常常也是公路系统 是封掉 所有人通通 我们去那个 沿湾区还是什么的 通通不准上来 通通在外面 给我坐建国车 我在外面去找那种大的 可以跟你通通坐车 那那个也是公路啊 那也是沿湾越野 去到别的地方去 所以我就是管兴起来 但是它好像有别的路 对 通常那种是 它其实有另外一条路 也可以 然后我们达到那个地方去 你说交通尖通时间下 上晚的时候很多 那就不准成时间来 其实也是一个方法 嗯 很多种手段 那结果就是用力 要去集结罐罐 你跑来跑去 这样 OK 然后我们 我们一年要接 接待200万的客人 可是 我们 4亿以前 4亿的 4亿的经费 飞走了 我们还准备 等下准备8千万来 来扫厕所 对 来扫厕所 我们都做这个 这个 我跟 都是什么东西都免费的 免费的 这种 真的是不对的 上礼拜其实我讲到 纽西兰的时候 我讲一下 那个 纽西兰的政策是这样 进入国家公园有免费 但是你要做山屋 或者是做 反正你只要使用它的 一些设施物 那设施物是很多人 就是有拥挤性 有数量供不应求的状态 这个他就要收费 用收费的方式去管理 那个量 或者是 当然他也有 他量也有另外管理 比如说像是上次 我讲到米头步道 他是一天就只能够 开放40个人住户 那那个 那个不一定是 联动的设施 ok 好 那如果我们要限制 一般民众 去 公众通行的话 他就必须要有法源依据 所以其实 现在各县市政府 都有在考虑一件事情 就是合理的把那个区域 设置一个收费的系统 人家进来的时候 一定要雇用当地的社区 导览解说的人 那就是我上礼拜有讲到阿朗 一个案例 那或者是最近的哈游西的 那个依照发展观光条例 设立自来人文警官区 但是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在罵这件事情 其实收费到底用在哪个地方 以及他的法律基础的完备 像现在宜蘭有一个自治条例 所以是他们的议会通过 说比如说那个社区提供那个停车场 还有一些设施物厕所可以收费 这是用设施物来收费 那个是自治条例的部分 那如果是以整个风景区 或者是国家公园的话 其实我是觉得 他是应该以园区整体的管理的经费去 当然他并不是完全说 从头都是收费能够平衡他的预算 国家还要投入很多钱 才能够把那个园区进来 但是确实收费这件事在台湾来说 还是很多人常常会 好那就是台东三原步道 然后也是一样想要盖栈道来限制潮尖带 民众不要下潮尖带 可是那个地方就在海岸上面 盖栈道本身可能会破坏这个景观的本质 好那我来看一连串的天空布道 这个 这个是那个那个那个 琉璃 山川琉璃 大家 这样是吧 这是啊 这是屏东的 这是屏东的 不是不是参加原理的 不是吗 因为不是他 对不对 这是陶宇 陶宇 陶宇一看中 所以这是这是哪里 嗯 我忘记 好就 哎台湾原则你看流行天空的不知道 对 对 到处都在盖天空布道 这个在封兵 哇 这个很高 他就是沿着那个胶岩上面 再印开出来这个透明的 或者是像台东的这个嘉蓝天空布道 哦 因为盖了天空布道 好像只有开放两次嘛 其他都封闭 哦 一次是好像是马总统要去剪裁 然后他一走马上又把他关起来 为什么呢 因为落实不断 大家注意一下这为什么会落实不断 其实他还没有他原来只有做这个步道 落实不断之后又封闭 然后捧做这个 捧做这个之后还是继续一直落实 就是他们其实当时硬做了一个 完全没有考虑那个他到底是不是 还有他有吸引力 这才是三船游离第二桥 三船游离第二桥有去过吗 这个就有收贝 这个有收贝 而且他有搭配接驳车 哦 然后他其实当时是为了让人进入那个 原住民文化园区 对啊 差点讲解让人住 哦 就是他为了限制大家进入了园区 然后多一个亮点 然后所以他其实收贝 不是这对桥 他是要进那个 三 原住民文化园区的门票 哦 然后去走这个桥这样 那一开始的时候就是 人多到大家一直吵架 他抽换马牌对不对 然后呢 后来就没有人了 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人了 这个吊墙本身 呃 常常会变成是吸引 他本他本来应该这样说 不是不能够做吊墙 不是不能做天空葡萄 重点是 那个景观本身的吸引力 还有就是做了这个会不会影响当地的自然环境或景观 假设他这个比较的壮阔 然后做了这个有没有影响 那其实做是可以的 但我们常常做天空步道是本末导致 是要吸引外观客来看天空步道 但是周边其实并没有真的很好看 真的好 那南投做了五座 现在还要再做六座 为什么会做那么多座 因为做一座退烧就在做一座 就在做一座 想要短期吸客 那可是呢 这些设施做了以后呢 其实是需要维护的 就像这个是之前吊墙跑下去 然后还有包括像这个陌站道 这几个是陌站道 就你看 其实如果你直接踩在地上不就好了吗 做陌站道增加了危险 把人家在空中 然后说树贯城的什么步道 结果其实是造成危险的因子 而且危险非常的困难 然后玻璃的步道 其实像美国的大峡谷的那个 那个小的天空步道 其实是一个小环圈 只是租出去一下就回来 而且他不是在国家公园范围内 但是在原住民保留区 然后他们是想要吸引游客去 然后但是他们的管理 非常的严格 他不是让你游客自己穿着高跟鞋 穿着什么鞋子就可以进去 他是要换鞋子 然后下来再穿回你自己的鞋 这样才会造成玻璃玻璃等等 所以其实我们常常 那花莲的那个刚说的亲不知子 是封闭的那种 对 就破了好几次 就是大家都觉得做了以后呢 就不用委屋 那这里跟鞋子都经常的资格 没有关系 那做了以后到底带来多少效益 八卦山天空步道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案例 好 我应该有 拿个照一下 对 ok 好然后这个是 我先把这讲 鞋真山的地址在这里有看到 就是像这样 然后 墙降雨之后呢 有一块园区就整个滑下去 然后他们现在要做大面积的水土保湿 然后要把那个园区再做回来 然后在两个园区之间要做天空步道 对 好 这个是 非常 然后要打造晴天高低的 这样园区 好 刚刚我们讲到 这是又跟刚刚说的那个 收不收费有关系 这种天空步道的造价 这是媒体整理的 现在看到的 长度 然后新建总经费 有的有收费 有的没收费 所以像八卦商步道啊 他们那时候做完之后 本来想要收五十块 结果后来民众就 就怕影响音乐 所以一直不敢收 所以 就没有收费 那收费的部分 其实不是回收工程费 这样大家可以理解吗 但是每次我们在讲那个的时候 南投县论我们就说 哦我们那个收费 然后已经回本了 然后本又不是你出的 本事 交通部官方局补助你的钱 然后你 你收的费用已经超过工程造价 但是你收的费用并不是 你收的费用是在经常门里面 不是在资本 他其实最后常常变成什么 地方政府的小金库 收费跑到他自己的 那个可以运用的范围 可以验他的税务 然后 好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讲道具 现在根本都太细了 那 投资了这么多钱 到底可以带来多少官方效益 有没有超过这个造价 这件事情 其实很少有人去衡量 那如果不收费 通常他会带来的观光效果 都是在哪里 在那边摆摊 有没有 像八华山 或者是清晋农场 那些他就是卖摊位 然后那边烤箱场啊 或是 在那个猴炭景度到附近 是有很多 那个动物 大家有没有去看过 我觉得 我觉得去哪一地方看天空报 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你会看到 大家对观光的想像 都是 人来了 然后卖便宜的东西 收停车费 就可以促进当地人的观光 那些观光效益 可能并没有创造 假设这钱拿来发 给周边的人搞不好 钱来说多 这个是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 而且他去年之后 通常就不会有人再去 以八卦山来说 之前他们做过一个 做过一个问卷 就是 来过一次还会再来呢 大概90%都不会再来 然后来了以后 会不会再当地消费呢 90%不会再当地消费 就是他基本上去坐游览车来 然后呢 就走了 所以他不会再当地消费 所以到底有没有创造 那个效益 这个是南投瑞隆户 观众平台 之前引起很大的争议 南投限制品 那时候公布的设计案 本来非常的高兴 就是左边那边 然后因为非常多人骂 骂骂之后 然后他们就说 好啦网友 我们采纳大家的建议 大家可以提供各种各样的建议 让我们设计变得更好 然后网友就开始说 好那我们提供建议喔 所以就先把那个 一些元素拿掉 然后把颜色拿掉 后来发现把整个拿掉 是最好的设计吗 因为他 你会发现这个东西 你挡在那里 你从别的地方都拍不到库库 一定要到那个平台上面去 才拍到库库库 这个就是刚刚使用 沐测到烧鱼的那个 所以他们用附件 就把它图形成这个样子 对 好 老师我先好 ok 那我来带你 ok 好 我大概修给你 30多个未来 ok 好 可以上高到9点40 好 你是 你上次我比较多了吗 对 好 谢谢 我大概30 30几个台湾在台湾 ok 好 好 谢谢 那这个是南投他们 有做的 跟那个时候计划要做的 后来好在这个呢 最后因为我们不断的 一直去批评 然后最后中央就不补助了 不然其实这个地方 人员一直 立法委员一直去施压 施压政府说你不补助的话 我就砍你预算 基本上就是这种状况 还好这个后来开始不中 然后你会发现他们做这种田工步道 都会有很多的说辞 你不要说我做这个是为了人车分道 大家有去过亲近农场呢 田工步道吗 知道我在想什么 他说 这个是为了要疏散台十四角 应该是台十四角 这上面人走在这上太危险了 所以在旁边做这种 这是人车分道的用途这样 大家觉得有没有道理 没有 为什么没有道理 我们现在这一连串的投论 都是要让大家 未来你知道问题在哪里 然后你说得出一个道理 来反驳他的 不要怕说什么你就被补助了 这是人车分道 为什么不出一个道理 可以走那个步道底下那边做步道 你说这一般就可以走 这样就是一个 还有就是假设你真的是 会让人车分道的话呢 这个收费 那没有要收不付费的人 就继续走在公路上 不是很危险 所以如果人车分道 这应该是不能收费 这个是一个 然后再来就是他说是为了景观 就是看下去的景观 我不想想大家现在开这条路 有没有觉得前面不管看什么 都会被在挡住 对不对 结果里面景观 然后其实真正在这上面 有一个清清采文明步道 大家以前有走过 在这里就可以达到他所说的所有的效果 但是他又另外去做了这一步 所以其实是有很多很奇怪的 说词 好 然后呢 有一阵子 他们就说要做树屋 大家觉得这是树屋吗 你们现在想象的树屋 一定不是长这样的人 那我告诉你为什么会变这样 因为一旦进入到把人架高之后 就开始有安全性的问题 然后大家就会开始要把那个结构 弄得非常的强 然后呢 最后就变成全部都是这种刚垢的 然后非常有故的这个树 好 然后但是我们要回过来想那个材料 我们现在进一步去想那个 使用这些材料 当我们在决定使用什么材料的时候 要先考虑到这些材料的生产过程 就像我那天讲那个用水泥 如果你可以减少使用水泥的话 你可以减少挖矿 挖山对不对 然后生产这些钢材 这些钢材其实很稀缺 然后生产钢是一个非常高污染高耗水的那个产业 但是我们把钢用来做在刚刚说的树屋平台 我们花了非常多的 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用来做在非常自然原始的环境里面的路道 那也帮发塑胶绑木 塑胶绑木是从石油里面提炼出来 然后我们希望那个东西不会坏 所以我们就把它拿来做 但是其实大家都知道塑胶绑木本身的确是很耐用 这个材料可以在地球上存在四五百 这个塑胶绑木的那一块板子都不会坏 但是那个涉事物可能没有几年就坏了 为什么 你们有看过吗 塑胶绑木的共栅道或者是平台 没有几年就坏了 其实是这个材质本身 它在户外太阳晒会变形 塑胶材质 然后你常看到塑木的东西过一阵子 那个它就会出现扭曲 然后有一些很奇怪的 然后其实我也还看过在大坝尖山的塑木 我没有放照片 就是栏杆 被松鼠啃到 对就是啃到 反正就是 它其实并没有想象中耐用就对了 然后那些东西基本上 坏掉了 不会把它拿出来 基本上是丢在山里面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新闻 这个新闻 是丢在山山步道渐行 但是这个步道里面走越糟糕 越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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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废墟 经历着山里接近 让人格外清静 这是美国的大坝尖山步道 但是这时期 不但没有台阶 树根 岩石全都混沦出来 潮溪下来 没有人修缮 如今都坏了 山里的江湖墓园也坦到破坏 断圆残壁 无法废墟 有个还常常在这里 避免受伤 很危险 很危险 我前几次就打来知道了 有被扳倒 还要看到有种 也就是摔倒 师傅 每年花费三千万 才维护全台北的山里步道 但是南湖山步道 直到现在才破烂不弹 让民主党抱怨 对不对 其他的地址都是以非常坚持 而且强硬的态度 不希望我们在上面 有任何的设施 民众希望政府能够早日 和民主协调 让南湖山步道 早点维护 喜悦的美景 齐雪山维哥 新律师报道 好 大家要看到什么 好 刚刚大家看到什么东西 三千万又出现 对 好像三千万很好用 对 好 但其实深入就是全台北市 所有的布道 好 然后呢 再来就是 刚刚说水泥是破烂不堪 现在是什么都没铺 有事破烂不堪 有事破烂不堪 好 就是大家基本上很修正 好 刚刚大家看到什么东西 说到树根 石头 斑脚 好 大家觉得怎么样 那是天然的 那是天然的 人走出来的 人走出来的 所以其实 人自然 好 人自然 对 对 那都不自然 那不自然 那是人走出来的 然后 树根不会是 如果真的自然里面的话 树根不会裸露 树根裸露的原因 是因为人的踩踏 人的踩踏 这个其实就没有看到 原来的树 底土覆盖的 一定大概差不多在这个地方 这边现在是露出来的 然后 那 所以其实 我们常常 因为 刚刚我看了前面 非常多奇怪的工程 步道 然后我就批评的 都是人工化 工程做的不好 然后呢 但是对于 我们自己到山林里面 走路 木对大地所造成的损害 或者是伤痕 我们是 不会去觉察的 我们觉得那都很自然 刚刚的状况 其实你可以看到 这个冲石工 树根裸露 不是自然的哦 它其实是人 人在那边的活动 那特别是像 丹梦山呢 那边有非常多冲石工 还跟越野摩托车 越野之行车的使用者的关 那 这里面同样也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 私有地主不让政府去做 所以这里才保有了 这样子的自然途径 但是呢 现在我们 刚刚大家所看到的 那个 那些步道是 那些状况其实是 不自然的 而且其实表示 这个步道正在衰败的过程 要人为介入 要去处理 不然它会更严重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也是一个常见的 这个是 刚刚看到水泥阶梯 然后通常旁边都会有 这个 这个是冲石 大家看到吗 这是水的冲刷 然后水的冲刷 里面有石头的地方 旁边主流掉了 然后 那 这边就变得越来越深 越来越深 呃 这是常见 只要有硬副面 旁边就会 有人不想走硬副面 走旁边 然后 造成它植被展不出来 然后水冲刷 才会变这样 所以这个是人造成的 那 应该要怎么处理呢 之后讲到手做步道的时候 会处理 就是 呃 但是其实 台湾呢 在这个案例里面 议员或者是山友 其实想象的 当然不是处理那些树根的问题 也是处理地面 所以你会看到两个造型巡观 就是 这边就是 有几张照片 让大家看 现在大家看到的 像我们游客如果自己开辟路径 其实这都是以前 宣山客开辟的路径 然后人踩久了以后 你可以看到 这个根系不断的裸露出来 然后水土冲刷 然后久了以后就变这样 然后再来一场风雨 它就倒了 然后树根倒了以后 挖起了很大一片土 然后路基崩塌 然后我们就说 这是天灾 其实你会发现很多 为什么岛木常常在步道中边 不是没有道理的 是跟人的使用有关 人在现行的使用 所以以后你们在看到这个的时候 不要浪漫觉得说很自然 其实它是步道在退化的痕迹 甚至这些树的福根 其实它在传达非常多的讯息 那最近就有一棵树倒 就是那个水泥露台 上面树很大 然后跟在一个很小的水泥露台里面 然后人就想要坐在下面乘凉 我们来看看 所以没有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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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近老龙树倒前 外围水泥墙因拉力开始去练 最后真的点灯拔起一身倒下 直到老龙树树干直进五公尺 高进五层楼 在年乐天气中瞬间倒塌 下坏宇宙 我怕了 就像是一棵树倒下 他没有想过了 书上面有一个人在地上 他根子有很多人 只要一直他在地上 他一长就一长就一长就 他就花了 当地学民说这棵老龙树 有一百名历史 还有个旧生树 是 他这一天 后来老龙树气跟垂地 在市场下坏辗树 其中一棵树的根部沃兰倒塌后 下隔一小时 百年老龙树肠大树生也倒下 以为这棵老龙树没有被陷补农业处业管 目前推测可能是树木和根壁 庙方增来树专家提供其他未到的树后 在剧断倒塌的树 虽然百年树倒下如人受伤 但居民却很不舍 三十五会反而来托到 谢谢先生 比较有趣的是那个新闻的另外一台报导 就是当这个树倒下 大家看到监视器的时候 大家有看到这边这个就是一座庙 这个庙呢拜的是后面这个榕树 然后呢 他倒了以后呢民众做什么呢 就是大家一起拜拜 祈求那个榕树显灵 就是他能够恢复健康的 好这其实很有趣啊 就是你可以看到人啊 这其实是人为的 这个不是 刚刚我们讲不管是核根病还是什么 其实是因为这一些水泥覆盖 然后他没有办法把他的根系升长 这都是受到限制的树根的符根 他因为被底下的土壤 不管你如果不是水泥覆盖 还有另外一种树就是土壤被踩得非常的硬 里面没有空气没有水的时候 他的根是属于无效根 他就没有办法继续往里面取得养分 他就会浮起来 所以这一些都是人为利用 然后人没有想过自己就是那个 需要为这些事情改变观念的人 这个案例呢 其实我刚刚在讲这个时候 有稍微讲到了这个 不必要的弄了很多的这样 然后他们民众批评都是很表面的说 这枕木坏掉了 通常枕木很容易被人家说坏掉是因为他怎样 这边不是会就是空心吗 然后呢 政府的做法是什么 刚刚我已经讲了这种东西要改变应该要怎样 不要那么密铺那么多对不对 还有就是什么 为什么会变得跳蓝 我刚刚有讲的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主打怎么两边的对不对 然后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是要收编 然后回填 这样大家了解那个意思吗 如果真的要改变 但是民众的批评就是说 整个已经还漂亮 所以政府部门就做了这件事 本来我以为他们会借机重新检讨 所以他们把它换成水泥仿烧餐 一样也是整磨的样子 只是水泥做的 然后一样没有收编 一样一个一个就扑上去 然后民众呢又继续骂 诶怎么整修之后 迷命然后不好走 其实关键是什么 关键是这个设计有问题 就这样 但是他们只是换材料 这个就是台湾现在常见的问题 或者是说 他基本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就算是开口契约 他有可能就是一幕换一幕 那个换了我就换一个木头 我不是检讨说 这一段区段的木头 要不要拿掉一些 然后要不要收编 不是就是一直换那个木头 好 这刚刚已经讲到塑胶伐木了 说完伐木并不是不用回护 他也会长青他也会滑 好 ok 好 这个是我最新放进来的一个新闻 在哪里头发现的 有一个厂商 说现在游行手作步道 然后说呢 诶 有没有 诚信业者说 近几年手作步道观念相当鲜盛 保持景观原有破地结构原则 究定运用食材 杀利自然这样 好像讲对 然后他们就说 这就是手作步道 好 大家不了解这个 我也会议 他是用仿木混泥土 取代木材 搭配自然景观 又大幅减少设施受损的几率 南投观光局说 这是符合手作步道的趋势 嗯 嗯 这个我觉得我解释了 大家应该也不知道 就有很多的互读啊 就像我刚说 很多人就以为 手作步道就是内的 土木阶梯 然后再把木头换成 不会换来就好 ok 好 呃 这个案例我们也看一下 这是在讲古道的维护 跟不同的 基本是基山区有这个呢 基路的古道 来看到是经常实情 运离运送云获的道路 但是呢 现在当地居民放约 说过新北市政府 九十六年花了一千多万 重新铺设道路 确实欧鹿 民众骑车经过都会特别 浪漫速度 只是因为这条 鱼路步道 坡斗上头屋的石板路 轻轻一抬就会放动 连水锅盖也浓起 一波小心就会累开 多忙起来多快 这都是我来的 回想当时还是心有运气 尽量古道是经常一个都存在 没有古道的人来过去 基本是花了一千多万生 却有人嘲笑得在这一段 自年下来就抓了数十人 公司正义生的金兰娜 加入了三名成员别到受伤 这次分类的毛毛肉了 蜡鸭小白鞋 穿完胖小白鞋 就连批准采访时也差点花道 来 点击说 其他人的小鞋 非常 好 我可以讲的 叫这条一方就是在工作站 好啊那边 你现在又坏掉 我玩又坏掉 真的很差 而且说千北市又在讲什么 路屏中的这家路屏吗 蛤这家路屏吗 跟路屏而已 他也现在 可能照着一些时候 可能那个受伤或是自己冲犯 然后 只有后续会自己 多数据或是自己赶赞 然后可能现在愿意先完成 比如愿意还有一段时间 只能提醒你就 比如这里 上一一点 好 大家刚刚看到什么 这里面有几个疫情 古道的整修 古道的整修 之后我们讲手做步道的时候 会再去谈 就是 上一代我可以讲到日据时代 跟清代的工法不一样 那所以呢 刚刚我们看到 鱼路古道 金包里大陆呢 它其实是安山岩铺设 然后它的铺法呢 就是用现地打石的石头 来像刚刚那样 然后有一些浅的接地 这我们讲传统工法都在讲 那当然这一段 因为它是在社区 现在变成 有很多古道变成是现在的道路 所以民众会骑摩托车 所以这时候它是没有办法照原来 古道的样子去恢复 好那但是 那个 你要呢 你就骑就让它变成是 现在可以骑的路 可是有一段时间大家又会非常流行说 要把那个路呢 做成古道的方位 可是那个古道的做法是欧洲的做法 这种石块的 比较深的这种做法 其实是欧洲的那个城堡啊 或者是什么中世纪小镇 常见的路道的做法 但是我们又学不下 你知道那个欧洲的那一种 这种石头 它其实是很深的 它不是这样浅浅 所以你刚刚看到那个石头 它骑过去就这样画 然后那个表示它是宝的 那我们其实是很常会用这种 很奇怪的方式在整理 我们自己的古道 就学人家 然后学路完整 然后其实干嘛学人家 因为它本来只有它自己现在用图 好 那所以我们就会有很多 长得不像古道 只剩下名字叫古道的古道 就是类似像这样 好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古迹 然后它变成是没有保护的 好 这上几段其实也讲不到 然后这里其实还有讲到越野单车去骑 有点高越啊 或者是进水银 就是我刚刚讲到说 有越野摩托车 越野自行车 的这一些东西 就是这些使用者 他们到底应不应该去使用这些古道 好 好 那这个 这个 这个 我用这个来做一个小结 好 就是这是 香港的案例 好 香港 我过去三年呢 就是去协助他们交委公园 开始在教他们做什么做步道 好 那我常常会拿这个案例来跟 啊 香港人构断 好 就你可以看到呢 香港的地质 是这种比较粘质土的 好 然后有一些是 那个风暴不安全的 所以他非常容易冲刷 然后香港呢 他的面积是我们的三分之一 可是他的那个 健行的人口的密度 是我们台湾的好几倍 然后再来就是 他们的所谓的麦里耗尽 我照里面有讲到 100公里 刚好是越野跑的标准赛道 就是大家非常喜欢去跑麦里耗 一年他们要办122场的 越野跑比赛 必然 意思是这样 有个3天快一堂 对不对 所以这种使用量 就会使得那个步道 其实你保持天然土路的话 就会产生冲刷 好 就政府部门就要解决这个问题 他们就用水泥步道 那在香港水泥 他们是讲的叫oster Vielleichtci oder dir 就是我们说的水泥化 然后呢 铺完这个之后呢 民众就反映说 这个跑起来很伤膝盖 所以香港政府从善途流做了一件事情 大家看这是什么 这是那个公园里面的黑色的软垫 它就一块一块的铺上去这样子 但是呢这叫头痛一桶脚痛一桶 其实问题不应该是去用 用这个来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是不对 好但是其实民众又不满蛋 所以你看只要有铺这个人 旁边又是继续充斥跟扩张 所以这是一个就是铺道的 我们在台湾其实也会看到这样子 就是它是一个民众 其实说不出来自己到底要什么 然后政府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头痛一桶脚 然后把旧的东西修审卸入的 这个是中国道的耐力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铺道不同的使用者不同的角色 他们去看铺道有不同的想法 然后里面有一些冲突 好我们就进入出作业的时间 后面那些我之后再讲 你们今天看了那么多的 如果铺道奇观的新闻 请选择一则那个印象最深刻的新闻 或者是你自己再找一篇新闻 我刚刚没读到的 然后你觉得非常特别的有趣的 然后用那个新闻像我们刚刚那样子的探讨 去发现这里面到底有什么问题 不同的利害相关人 有哪一些利害相关人 这些利害相关人他们的角色 他们想什么 以至于会变成这样 那如果你要采取行动的话 你会跟这一些利害相关人怎么沟通 让他们了解 步道的问题 癥结点到底在哪里 解决办法是什么 好不好 ok 这个不难啊 对不对 选一则新闻就好 好 ok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 然后下礼拜就是那个 庄若倩老师 ok 好